欢迎回到新台湾新光大道 现在看看到处旅游 其实到处都有陷阱 而且很漂亮的地方 或是很知名的地方 可能都会让你失望 包括刚刚有提到 所谓的澳洲雪梨鱼市场 这边是很有名嘛 这个你也曾经去过 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人家说这对鱼跟对人 你去那边反而都不好 其实澳洲的雪梨市场 它是全球第二大的鱼市场 那目前呢 它是仅至于刚刚钟伯大哥提到的 就是日本东京竹地的市场 它是在全球第二嘛 那有人说进去会凑气冲天 我自己去的经验是 我觉得味道是一定会有 因为毕竟是一些鱼类和虾类嘛 但是其实他们的环境卫生 整体而言是还蛮干净的 我觉得还OK哦 这份报告它是CN公布的 CN是用老美的眼光在看 那为什么说 其实有些东西是不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靠海边 台湾四面黄海海鲜这么多 所以说我们在看鱼市场 是看得很习惯 但是如果说以老美来讲 他们是个大陆型的国家 他们海港反正就很少 所以他们在看到那样子的环境的时候 他们当然 我们的接受度情况就比较高 就像是纽约时报 那个纽约时报 他们说台湾四面太挤 太多观光客 所以说他们觉得 当地本地人不喜欢去 但是我必须要讲的是说 那我们也不喜欢去士林夜市 为什么 因为士林夜市以前 我喜欢露天的逛街 现在都通通通通通到地下室去了 我看来觉得摇头怎么会这样 可是老外还是去士林夜市 所以这不一样文化差异 这有一些感受还是见仁见诚 像我去TIME SQUARE 其实我还觉得 其实就是这么多广告看待 我觉得看起来蛮正看的 对 我觉得那个空间的感觉 其实你就是 还要就是要去胜利其境一次 感觉 如果要去的话 就是 在那边用餐的话 真的要小心一点 就是因为那边是港口嘛 海鸥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呢 你在那边吃饭的时候 你真的要小心 那些海鸥会来抢食你的食物 他自己过去 他去到了一些地方 他觉得还蛮值得的 但是相对比较起来 其实你的旅游经验更多 你看现在所谓的优学打工的经验 你在这边趴趴走 你觉得说这样的一个趋势 到底是不是很值得的一个旅游方式 其实我觉得 因为现在大家比较讲说 像打工旅游这样子 那你应该是这样讲 你的重点到底是打工还是旅游 我可以边赚钱边玩嘛 对 很多人是这种想法你知道吗 可是你知道 其实你不能够随便说 我选一个国家 我就要去那个地方打工 因为那个其实会违反法令的 像现在大家比较常去 比如说像去澳洲 那其实澳洲为什么可以打工的理由 那是因为台澳 他在2004年的时候 曾经签了一个互惠打工协议 这是有政府去签约的 也就是说我保障你的人可以啦 可是他有一些限制 以前的时候呢 我到下一个城市继续工作 可是现在因为工作非常难找 现在澳洲的就是背包客 非常非常多 各国世界各地都有 尤其亚洲国家非常的多 我几个例子 有几个例子是打工度假的时候 发生一些不必要的很多困难 刚刚讲澳洲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 这个事情还发生在我们可能在座 都很多认识有台一个记者 他后来停下工作去澳洲 就有一天他临时打电话给我 他说他的家被澳洲运营署官员 去包围 所以在清查 为什么 因为后来弄到最后发现 他的房东 他因为他打工度假 他有租个房子 然后他要去工作 工作的 其他之间在学义文 就他住的那个房子 那个房东 等于说是一个 已经预期拘留的非法移民 结果他呢 跟他那些就是几个 住在那个房子里面的 全部被带去移民官那边 分开分别征讯 可是他们是不知情的 他们不知情的 对但是他第一句打给我的时候 该怎么办 开始哭出来 我就说那很好啊 你房东被抓了 那你就没房东 你被护房出来 试图安慰他 但是后来因为这样 弄得非常非常的不愉快 因为他连他都被怀疑 他是非法移民 弄了很久 这是第一个 你在那边当地很多 到底你跟你一起住的人 会被牵连到什么 你不知道 第二个 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例子来讲 他是在日本 发生的就是台湾 因为日本也有给台湾 打工度假 但是其实之前 还没有这个打工度假签证的 一年的签证之前的话呢 就很多台湾的人跑去日本 因为日本的工资很高 至少台湾三到四倍 然后呢 纵使我是去日本的餐厅洗盘子 都可以赚很多钱 可是就有这个年轻的女性呢 他想说去学日文 然后呢 透过一些中间的业者呢 到日本去 结果原本讲好是去餐厅做服务生的工作 嗯 就到了日本之后 没有错 餐厅是在新宿的歌舞基地 大家知道歌舞基地有很多餐厅 没有错 那个餐厅原来已经不是正统的餐厅 既然是一到那边之后 就把他的护照扣留了 然后要他去那边呢 就是等于说已经有点到了 琴瑟行业的场所去 那边的话呢 去陪酒 那他当然不肯 就逃出来 然后去透过了台湾的这个代表处的帮助呢 才把他的接回台湾 然后呢 才破了这个案子 所以这是一个很永久 其实打工度假有非常多的陷阱 你要出发之前 第一个你先找清楚 问清楚说到底 你的工作是什么 内容是什么 还有 有了很多人呢 都会幻想就是说 我要到国外去住 然后呢 这边工作 好像可以学日文又可以 又可以但是很多时候往往一年过后回来之后发现 台湾人到了当地还是跟台湾人混在一起 就语言也没学到 然后有 然后就是华人混在一起 结果可能 英文没学到 学广东话 这也算是另外一个附加加值了 对 可是其实很多人在选择这个所谓的打工游学的地方 可能还要考量就是 我如果今天要选澳洲 我可能就是因为澳洲有什么地方 我是真的很想去 所以我就是可能 我就是一定要去那边玩 像是大宝礁啊等等 对 对 那像这些地方就是我在选择的时候 是真的大家会考量 像大宝礁 我现在知道说 其他可能以后也会消失 你赶快打电话给那个昆士兰旅游局嘛 你知道他们在征这个大宝礁保育员嘛 当时新闻场沸沸扬扬扬 全世界最爽的工作 对 你的工作就是只要每天看看金鱼 未未海归 然后找新景点 对不对 半年350万台币 当然这个已经工作已经有人找了 已经有人做了 预估大概也是在过几十年呢 它就被水给淹没了 所以这些可能都会不见得景点啦 都跟那个水有关 都是人就有 海军面上水有关 而且都是跟 对 对对对 那浙江那时候有去过大宝礁吗 大宝礁我没去过 不过我其实 我是因为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西澳 其实西澳呢 就是有一个契鹅岛 它就跟大宝礁情况有一点像 因为了海水上升 像对 不好意思 这个 像这 这是哪里 这就是 这不错哦 刚刚那个地方也不错 等一下可以讲一下 可以啊 像这个岛 对面岛是我们是走过去的 它本来呢 就是 是一片陆地 不过呢 因为海水上升之后呢 我们可以走到对面的岛去玩 它叫一个企鹅岛 里面有很多的野生企鹅 它有一个动物园 但是呢 我要提醒就是 我们最常是在玩的过程发生意外 因为像 就有女生在走的过程 因为她个子比较小 像我们自己过去的时候呢 那个水涨潮的时候 像我如果178的话 它的是会到我们胸口这里 很多女生就几乎快灭顶了 就有因为这样子 有台湾的女生在那边 就是直接就没有再回来这样 所以就会发生一些意外 就要特别小心 所以真的安全的事情要特别注意 可是我也很好奇 你这样一年打工下来 你有存到钱吗 我存的钱有超过一桶金 有超过一桶金 而且是扣掉 我在这一年里面所有的旅费 包括我妈妈也来这边住了两个月 然后我们去新加坡玩 然后我们还了整个西澳 这样子还可以存到超过一桶金 所以该赚也赚到 该玩也玩到 我觉得相当值得 但是工作也是非常的辛苦 尤其我们工作的话 像刚刚大哥有提到的 就是我们有白宫跟黑宫 像黑宫的部分就真的要很小心 像我自己在黑宫的部分 我去过农场一天 不过那个就是真的非常的辛苦 尤其像西澳大部分的农场 最辛苦就是采草莓 因为我们草莓是蹲在地上采 然后太阳是不断的晒不断的晒 就算是下雨你也要去 然后像在这过程里面 连我们男生一天就受不了 就是因为起来回家 你根本就隔天要在前上班 站不起来的脚都 连上厕所脚都在发乱 所以我们后来是选择 非常辛苦 所以我们后来选择还是找室内工作 就是回到像一般的超市 或是麦当劳 不过这倒是英文的能力 就是会有一点辨别 它光是在面试的时候 就会先辨别 你是不是能够跟外国人沟通 对 好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刚刚俊男也讲到 就算你是有学打工 其实很多地方 你自己都要注意 要小心 要做好规划 你如果说今天是自助旅行的话 其实你也是更要小心很多事情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继续老吞